吉安鄉有一間熱炒店 近日老闆參加了客家小炒爭霸戰 冬區賽結果落敗了 因此他化悲憤為力量 明明輸了比賽卻逆向操作 在店門口掛出了客家小炒 只要七七元的布條來宣傳 一位老闆生氣氣了 幽默的行銷方式也讓業績 一下子就成長了三成以上 街上下的大雨 小店餐桌翻了好幾番 來消費的客人不少是衝著 77塊錢一盤的 客家小炒 大火爆炒用料十足 加上二十幾年老師傅的功力 這盤餐桌常見的客家小炒 讓客人是讚不絕口 照地啊 啊 風度很好 技術好 哈卡比就是台語人計劃哈卡比 就這樣可以 他做的時候都給我們試吃 我覺得應該感覺都不錯 而且創意什麼都很好 但是為什麼要不得名 那我就不想得了 店門口的紅布條高掛著客家小炒 只要77塊 原來老闆參加今年客家小炒 東區爭霸戰 結果未能如願獲選 紅布條旁邊還寫著決定要化悲憤為力量 把原價兩百二十元的客家小炒只賣77塊 沒有想到結果對手一個比一個還厲害 這出乎我們的意料啊 所以我們就用比較 詭諧的態度啊 假如說既然客家小炒不能得獎 那我就讓更多人知道我們店裡有賣客家小炒 那我們就用升七七的方式 所以做77塊一盤 其實客家小炒是老闆的拿手菜 這次用詭諧幽默的行銷方式回饋給鄉親跟老顧客 一下子讓業績成長了三成以上 雖然比賽沒晉級 但老闆在家鄉賺到了滿滿的好口碑 記者中華報導